大家好,欢迎来到高校办公,从新手到高手的课程 有一位同学,他在电脑里面安装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字体 然后也特别喜欢,经常用 但是有一天,他用公司的电脑来打开文件 他发现显示不出来了 于是他提问,漂亮的字体换一台电脑显示不出来,怎么办呢 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在公司的电脑里面 也安装一下那个字体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如果你换另外一个电脑,又得安装,很麻烦 所以今天我们推荐另外一种办法来解决你的问题 我们回到PPT,我们能看到这个字体是单独安装的字体 换一台电脑是显示不出来的 如果我就要用这个字体,我不想换 我们可以通过字体嵌套的方式来解决你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来做一个设置 点击文件选项 这个时候我们在保存选项中来做一些设置 我们拉到结尾,找到这个字体嵌入选项 我们勾选它,这里边有两个设置 一个是指嵌入你使用的字符 另外一个是把所有的字符都嵌入进去 你根据情况酌情使用 如果这是一份定稿文件,不需要修改了 就用第一个,文件也比较小 如果还要编辑呢,就用第二个 代价是文件比较大 好的,如果你做了这个设置 保存的时候呢,它就会把文字来嵌入到PUT里边 这样换一台电脑也可以显示了 最后多说一句啊 有的时候呢,因为字体版权的原因 它不让你嵌入 而且呢,嵌入的字体每次打开呢 都会有一个提示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 这个办法呢,比较笨 就是把所有的字体都另存为一张图片 哎,这样放上去 这样呢,就不用嵌入 也可以查看了 但是这个方法比较原始 我就不操作了啊 总之 一,安装对应的字体 二,嵌入字体 三,另存为图片 这三种办法总有一种办法能解决你的问题 你呢,根据情况具体使用就好了 恭喜你,又学会了一个新的技巧 这里是高校办公 从新手到高手的课程 感谢你的收看 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期视频不见不散